海棠花在夏天的牵擦 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如相救人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给大家讲解的是 海棠花在夏天的牵擦 上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海棠花颜色鲜艳 像我们这种一年四季 只要温度得到一年四季 都能开花非常的好看 而且它的繁殖方法也非常的简单 一般都以牵擦分出波种为主 像我们大量繁殖的话 一般都是以牵擦为主 但是夏天温度高 牵擦的话容易导致根部腐烂 那我们还是很想在夏天牵擦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方法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剪这种顶部 一到两年深的这种枝条 先把它剪下来 然后再对它的叶片进行修剪 这叶片修剪的话 把这边的给它剪掉 剪少一点 剪少它的蒸腾作用 然后只需要把它修理好的这个枝条 放到我们的一次性杯子里面 然后倒点水不要太满 大概一半左右就可以没过 最好是少一点没过根部为宜 这样子放在水里牵擦 先生根 然后再转土培 这样子的话 有利于提高它夏天的成活率 好了 关于本期海棠花的视频 你学会了吗 学会了就赶紧转发起来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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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